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年了 气味好像一直都没变啊 茶味 不 没味儿 阿康 你别烦了 我没胃口 邱老哥 你别着急啊 或许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阿康 你只会我 我们已经控制了茶园的茶奴门 何必再纠缠不相干的人和事呢 你别再喝酒了 我煮了你最爱喝的 竹笋老鸭汤 怎么 我女儿的手艺 也有人不买账吗 六爷 爸 六爷 爸 义父 您来了 别紧张了 人老了就是这样子 明知道孩子们长大了 却更放不下心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 看看这儿 让我千层挂渡 几十年的地方 爸 你以前来过乌查镇啊 爸就是乌查镇的人了 真的 即使童小冬 下葬了吧 好 他买了 那有很多东西 应该可以把出来 吃饭 还不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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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来我给你带了一笔钱 钱 这谭同两家一旦反目成仇 据损金就是接替同家 入住谭家茶园最好的时机 这次 我们至少要拿到 一半以上的股份 一半的股份 这个很难吧 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还是谭明凯使了吃奶的力气 才帮我弄到的 谭夫人应该 不会再给我们更多的股份了 会的 这次她会心甘情愿地给你 但是谭夫人的如意算盘 我很清楚 她就是要让谭明凯 成为谭同两家唯一的继承人 所以她急着宣布联姻 这样 同家的另外一半秘方 就会名正言顺地 跑到谭夫人的手里 知道什么叫做 衣食机器千层浪漫 你说得没错 这块玉佩的主人 就是谭景人 这块玉佩 把谭家 梅老九 还有如意 都传联在一起了 但这其中的关联到底是什么 我始终没有搞明白 所以我要如意嫁进谭家 我有一种预感 我有一种预感 这开在郁之谜的这人 就是如意 而如意也就是引爆谭同两家的 一个关键 霓夫 你那么恨谭家 是不是之前和他们有什么渊源 你知道我为什么 跟你父亲高将年成为好兄弟吗 因为我们同样为了一个女人 被宅门逐出无常症 甚至被追杀 就在二十五年的今天 让我死过一次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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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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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将死的是如意呢 六爷 六爷突然到访 不知有何吩咐啊 那如意屠材罕妹的案子 可以结了 这儿哪儿 那是李家桥 这李家桥什么时候是 那是十年前修的 十年前 敏凯 有点时候 今天童家 召集伤会童人 宣布两家何谷的事 这个是乌查镇的大事 也是你的终身大事 以后 你就是谈头两家的新主人 这一事你没得选择 我不选择 我娶 你真的答应了 前两天你还为了那个女人 拿命来要挟我 今天怎么就答应得这么痛快呢 只要佟家放人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但如果思若不放如意的话 那么我谭命开的肩膀 就永远只待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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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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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咱们佟家在乌茶镇做生意 有些年头了 这些年承蒙大家的关照 我佟某人在此谢谢大家 佟家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 就是要宣布一件事情 我们佟家家门不幸啊 白发人送黑发人 自此相互无以传承 只有一女代嫁谭家 所以我今天正式地宣布 谭同两家 不分彼此何二为一 大家意见如何呀 这两天我们谭家 就要许四若进门 到时候还要请各位赏脸 来喝杯喜酒 这么说 谭少爷就要成为两家的东家了 俗话说嘛 女婿如半子啊 不管谭家还是佟家 是两家还是一家 只要实力不倒就行 只是 佟少爷刚刚下葬不久 接着就成亲 恐怕不祥吧 没什么不祥的 我哥临终的遗愿 就是希望我嫁入谭家 建员都已经不在来 不如马如 Antrag洟查识 饶有他们两个孩子 能不安安慰我们的机会 不行 如意不能放 我儿子的死 不光跟如意有关 有些人曾经警告过我 不让我翻出陈年老账 但是我今天必须得说 如意是跟娟总玉佩的那个人 勾结在ances 这极其害死我儿子的 童老爷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呀 当时是你了义 如意谋在害命为由 逼着如意嫁给童少爷的 我阿康大心眼里 希望童少爷能够长命百岁 他 阿康 前脚你说让我儿子长命百岁 不得人就死了 这是巧合吗 童老爷 人命关天可是大事 你有证据吗 造谣诽谤那是重罪 是啊 不能单凭你几句话 就能成为证据 想要证据 简单 现在就法办如意 他一定会招出 他如何与别人连称仪器 来谋害我的儿子 童夫人呢 意思甚好 那我可就真的要抓人 张局长 抓人也需要证据 我儿子死的时候如意在场 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全是证人 靖华 你是不是也是亲眼所见 告诉张局长 大嫂奶奶 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的政策很重要的啊 快说呀 说呀 嫂子 是我害死的妖冬 嫂子 我当时绝望了 想要死 妖冬抓着我 和我挣那把刀 结果 锦华 你不要胡说呀你 你 我没有胡说 妖冬告诉了我真相 他掉下山崖 和如意无关 来人哪 他疯了 赶快把他拉到房间里去 我没有疯 我说的都是实话 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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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疯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还说 你给我闭嘴 童老爷 这可是有的意思了啊 我是先拿大少奶奶 还是二少奶奶 张局长啊 靖华嫁到我们家多年了 我们了解她 她是受了刺激才说她疯话 要不这样啊 等我们调查清楚以后 明天早晨你来抓人 好 就以童老爷的意思 各位 今天我的意见是 先了结人病案 再说两家合并的事 怎么样 关琴 她家里 我留在她中英 你把鞠舌心打理的确实是好 谢谢爸 爸 您今天和秋朗哥去警局 是为了如意的事吗 想说什么 爸 你就救救如意吧 他真的特别可怜 你放心 爸这次来啊 就是为了要帮他 真的 那太好了 谢谢爸 李傅 怎么 像局长说了 明天缉拿如意 什么 爸 你刚才不是还说 会帮如意的 是啊 我是在帮他 那 这事情走到这一步啊 要让他死的人是童家 而谭家里里外外 都是护着他的 好了 帮爸帮你吃的东西来 爸有点事要跟你求让他 可是爸 去 来 来 来 坐吧 出什么叉子啊 童耀东的死 导致童老爷变成了一条疯狗 现在咬着我不放 义父 童耀东很有可能知道 拿走玉佩的就是阿康 可他已经死了 但是童老爷口口声声地说 他手里有证据 这依童老爷的个性 他要是有证据的话 能不拿出来吗 柳爷 可我担心的是 他如果咬着我不放 会给咱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简单 来 要么松口 要么 闭嘴 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们说 如意是凶手 这可是要杀头的 什么 凶手 有 那 那怎么可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还是死啊 大夫 我们去求求夫人吧 她会有办法呢 你别着急 让我想想 有 嫂子 死若 为什么忽着如意 我今天说的都是真的 嫂子 这些年来 我一直把你当成最亲的人看待 我知道你爱我哥 我想你也不愿意他含冤而去吧 死若 如意真的是无辜的 要懂有多爱他你也知道 让如意为他尝密 你大哥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 那他更应该到天上去陪我哥 嫂子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不管今天握着刀的双手是谁的 我都会叫出如意 他是造成今天一切的凶手 我一定把他绳之一发 死若 你为什么不相处 好了 你别说了 嫂子 那什么 这是你大哥的遗物 我想收起来 将来留个面相 让婊子 这一切我 去可 这一切我 不相处 去 便 去 爹 如意祝您生日快乐 万生无疆 你前面年的生日 都是我陪您过的 今年 我只能在这祝您生日快乐 爹 我当然看见你 我来说 这些是 你不得了 我来说 你去这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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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现在怎么样了 往年啊 都是他亲手 给我煮一大碗寿命 如意 赶紧走 不然 就真的要把命丢在佟家了 怎么了 秦华姐 不管我怎么说 爹娘都不相信 所有人都认为 是你害死了耀东 他们一定会把你交出去的 赶紧走吧 秦华姐 你怎么办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跟你不一样 你出去了 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着你 可我 除了同家的大人 就无路可走 我真没想到 在最后的时候 最理解我 还有最帮助我的人 竟然是你 我担心你 你别再担心我了 快走吧 你快走吧 如意的孩子啊 从小就心细 又懂事 他总是记着我每一个寿城 他从六岁就开始给我做寿 那么点一个孩子 一双小手捧着一大海碗寿面 他一步一步地端到我的面前 他这么多年 这个当爹的 那个孩子过过一次生日 我对不起他呀 爹 如意 如意 你怎么回来了 是景华姐偷偷放我出来的 如意 我马上带你离开吧 这么晚了你们能去哪儿啊 不管了 至少要给如意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吧 如意 跟着谭少爷走 听谭少爷的 有他帮你 我放心 你们走吧 九叔这儿我照顾着 走啊 放我帮他吧 走 敏凯 不行 如果我走了 景华怎么办 他在佟家怎么办 你不要老是为别人想好不好 这几天来 我一直想着你 能给你幸福 给你自由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你知道吗 刚才我遇见你 我知道这是老天爷给我最后的机会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因为我爱你 如意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爱过我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躲 有点舍不得 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 花开花落 不可以 思路 别碰他 没事吧 你要不是女人 我就打你了 如意 你要是想离开佟家 至少先澄清 杀害我大哥的罪行 当时在场的只有你和锦华 你一走了之 锦华有什么样的下场 你最清楚 我更清楚的是 如果不离开佟家 如意只有死路一条 太明侃 我大哥死得不明不白 他尸骨未寒 你就和我大嫂思通了 明天这事传出去 你们谭家一定也没扫地 我们谭同两家 也会反目成仇 这样的后果你要承担吗 不要拿什么名誉来威胁我 任何名誉 都比不上一条命 你觉得人命很重要是不是 好 那我就告诉你 如果他今天不跟我回佟家 我也绝对不会活着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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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若 你放了如意吧 她真的是无辜的 你住嘴 只要我活着 你永远都别想和她在一起 不要惹 你住嘴 还要是 收到新居然 老双 下车 就要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是不是一夜都没睡啊 爹 当我昨天看到嫂子 要放走如意的时候 我觉得嫂子的话 可能是真的 毕竟知道真相的人 只有她一个人 大哥的死 可能真的和如意 没有关系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我们还是放了如意吧 我真的不想 把嫂子也牵扯进来 不管锦华 说的是不是真话 我现在就怀疑 我的儿子 已经陷入了如意 和别人设计的圈套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 只要捏住如意 就不怕她不开口 我说过 害死我儿子的人 一个都跑不了 马上通知警局来拿人 起来 否这一半 早点 你怎么把这门人 又跑了 他就跑了 你 Sedan 我怎么会 我做到 那只不哭 你 谁 是 我 而且秦义还很深呢 大小姐 大小姐 九叔 你怎么来了 爸 这就是如意的父亲 九叔啊 老爷好 长天叶子 跟邱老说起你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今儿是为了女儿的事来的吧 是啊 我就想问问大小姐 童谣东一死 童谣会把我女儿怎么样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呀 九叔 你心里可得要有个准备啊 老 老爷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爸 您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实不相瞞 我听说啊 童家准备把如意啊 当作谋害童谣东的凶手 交给警局来发本 这 这不是要逼死我女儿吗 我 我拼劳命也要救我的女儿 我陪你去吧 九叔 九叔 爸 你快去找张局长说说 你一句话就能救如意的 赶紧去拦着九叔 别让他真的拼了命啊 去 你早就知道 对吗 去吧 我等的是另外一个人来求我 这如意 才会直直死地而后生啊 爸 去吧 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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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家已经决定 把如意当作凶手 送到警察署去了 一旦罪名成立 可是要杀人偿命的 夫人 我们难道就不管如意死活了 怎么管 管了就摆命了和童家决裂了 夫人 救救孩子吧 什么孩子 他是个祸水 我真不明白 我也是每次一提到如意 你总是护着他 不不 夫人 云霞说的是明凯少爷 你不是答应明凯少爷 要放如意一条生路吗 那如意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那不就等于要了少爷半头命吗 我求求你了 起来起来 让我想一想 你起来 大夫 背车 能拦得住这事的人 只有高丘了 我还是认为 思若他不会那么绝 敏凯 我不跟你讨论 思若会怎么做 我就问你 如果如意性命有关 你会怎么做 当如意跟我说 他爱我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选择 我要永远 永远跟他在一起 好 敏凯 只要你不放弃对如意的爱 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谢谢 喂 佟家已经决定拿如意了 是现在还是在等等 张局长 请看在秋朗的拨面上 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明白 好戏马上就要开罗了 有事儿能招呼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张局长 出了什么事 佟家决定法办如意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谭夫人 高老板在吗 一边请 您是 老板在吗 请 您是 是 我是秋朗的义父 叶海仙 叶先生 他为人多理了 我早就听秋朗提过你 而且你也救过我儿子 实在是万分感激 客气 客气 我今天来是找秋朗的 既然他不在 那就不讨扰了 谭夫人 既然来了 小酌一杯清茶的时间 总还有吧 来 请 我从小身在茶术下 长在茶术下 所以对茶 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所以啊 我这一辈子都离开不了茶 尤其是乌茶镇的茶 那些人如此爱茶 难怪会选择乌茶镇开封号 尝尝 湯下 排浩引阵 必会白色慈悲 深井泉水冲泡 封孤尖riters如白银 勤壮如针 入口肆肆回干 这是我这一辈子 最喜欢的茶 怎么 不喝您口吗 不 很久没喝了 这茶 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看来谭夫人对白豪银针 还独有一段情怀呀 聂先生 我们没有见过面吗 姐 长相四夕 长相依 短相四夕无穷记 早日如此半人心 还不如当初不相识 小牛奶 四夕